在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個考古體積百年的 基本上就是在我們剛剛講的,飽和空氣跟沒有飽和空氣 垂直方向上,溫度變化率都不同 所以,這裡說有了兩團空氣,有一團空氣 然後呢,一開始是未飽和的,之後呢,它上升到某一個高度,變成了飽和的狀態 然後呢,然後再告訴你一件事情,溫度有變化,但都會有這句話 沒有跟外界有能量的交換 記得,空氣是好的傳導的戒指嗎? 不是,所以通常呢,不好還是會有 可是呢,怕有爭議,所以都會有這句話 不與外界有能量的交換,或者說絕熱的狀態 再來他就說了,溫度隨著高度的變化 因為隨著高度增加,所以通常會說地減率減 有一個減 有兩位同學,不要一隻摸大腿 那麼,溫度隨著高度的變化,是溫度在減小的 只是呢,乾跟濕的空氣不一樣 所以這裡才說,分別5度C,10度C,記得看單位 每km降低5度C,每km降低10度C 那剛才那一題的話呢,是每公尺的變化 不,每100公尺的變化,雖然才會用0.5,才會用1度C 但剛剛有人呢,做了一個不對的動作 叫做,他用0.6 題目有說,你要造題目,題目沒有講,你用0.5,0.6,我沒意見 因為他會給你大概的值 但題目有講,造題目的 再來,他說,地表附近有一團空氣26度 等於呢,迎風面上有一團空氣 所以呢,等於他講了很多文字 你待會就要能夠畫圖,然後去看,會比較順 要廁所直接去 他說,該團空氣怎麼了?從地表上升 因為迎風面風吹,所以通常會講他能夠上升 而打寶盒 結果他說有雲喔 有雲,意思有沒有打寶盒了 有,但是在哪裡?地表就有雲嗎?沒有 這一朵雲,它的底部在哪裡?高度200公尺的地方 不,高度2000公尺的地方 所以真正打寶盒在哪裡?海拔2000公尺 所以你要看得懂意思喔 這一朵雲,它的底部就開始打寶盒的位置囉 然後下一句話我問你的叫做 雲頂,雲頂超過我們的高度3000公尺 因為他要問的是,它的山頂剛好就是3000左右 山頂高處,山頂大概我都把它角色3000左右 可以接受吧?因為他要問你離地表3000公尺的高度怎麼了? 所以呢我上面畫了一張圖 我們來看我上面的圖囉 我把它給放大 意思你要有辦法把文字變圖啦 來,我這一張圖這樣夠了吧? 來,這裡是地表 我寫0KM 然後也做3 現在從地表這裡26度C 抹一邊,可以聽你的聊天 挺了嗎? 摸完大腿又開始聊 等一下又用0.6去算 就等於白講的 然後呢,後面呢叫做又超你們有0.6 又掛了 然後才又問我一句話 為什麼題目有講 來,這裡呢,開始說了一件事情 兩公里的高度有所謂的雲 雲底 所以我這裡才畫了藍色的線條 說這裡的高度是兩公里 也標了A點 OK 然後這一朵雲的底部 有雲,代表達法核 意思項鍊我要用乾的空氣為法核去算 上頭我要用一個叫做濕的空氣 但是雲到底多高? 不知道 我只知道呢,他題目問3000公尺 所以我只好這裡寫3公里 然後假設呢,雲就是比他高 高多少,不要理他 因為重點是這裡要用乾來濕的 濕的空氣 所以呢,我右邊才這樣寫 來,看我右手邊喔 這裡的右手邊我把它拉過來 好的 來,我右手邊的話呢 A點 A點 是它 開始有雲,雲底的地方 26-10乘以2 可以接受吧 10變化率2就是它的公里的高度 所以我寫6度C 再來我的A點得到6度C之後呢 我的B點怎麼了? 要用我們的濕的空氣 那濕的空氣的變化率呢 幾度? 每公里 5度的變化率 所以我這裡才寫乘以1 OK 所以我寫 原本的A點的6度去減掉 5乘以1 所以會等於1度 所以呢,我的答案呢 等於叫做 我的山頂3000公尺 3000公尺的高度幾度呢? 1度C 所以如果你用剛才0.6去算呢 你就會變成1度嗎? 這裡就會變成6,就會變成0度 如果剛好機車的題目 1個叫做1度 1個叫做0度 這裡會不會那麼機車? 喔,還好 到如果有一個萬音就掛了 對吧 所以你還是得照題目有講的範圍去做喔 因為這裡有講5 不是6 以上有沒有疑問? 沒有的話 就到這裡